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電玩展萬代南夢宮召喚了巨大神龍 而在神龍下方即是七龍珠XV的試玩區 此次七龍珠XV最大的特色即是以原創劇情為主 讓玩家扮演未來戰士 和主角群們展開冒險 雖然故事才是這次的主要重點 但也提供了可連線對戰的多人模式 遊戲中可分為大小攻擊、小氣功 和突進四個主要操作 並可以配合R2使出四招必殺技 或是同時按下R2及L2的超必殺技 遊戲將在2015年上市 想要變成賽亞人的玩家們可要再等等囉 寶寶現在在的位置是微軟的攤位前面 之前Xbox One上市的時候 銷售可是不如預期 所以這次的展出對他們來說可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趕快起來看看有哪些重要的遊戲吧 最後一戰是關掌合集 是以二代為主要基礎 收錄各代遊戲的全新合集作品 因為Xbox One的硬體性能進步 實際在畫面上經過重新製作 但為了滿足玩家的回憶 遊戲中也可以快速切換新、舊版本的畫面 當然音效也重新錄製 並起來吉他大師Steam 5在其中演出 同時也附上最後一戰五的測試序號 喜歡士官掌的玩家們快把錢準備好吧 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的快 今天的新聞又要接近尾聲啦 各位玩家 相信你們一定意猶未盡吧 沒關係 因為電玩宅速配小組 明天將會準備更精采的內容 來報導送給玩家們囉 所以詳細情況也不要錯過 鎖定我們的FB還有頻道訊息囉 GAME Express じゃあまた明日呢